日本政府道歉 正义不容妥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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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法国阿玛之言 法国阿玛之言 日本政府 全外错误 全外错误 所以即使台湾现在只剩下 一位 只剩下两位阿玛 但是只要日本政府 一日不道歉 一日不负起历史责任 我们的抗议 我们的诉求 不会停止 一 我们要求日本政府 就慰安妇议题的真相 进行调查 正式道歉和法律赔偿 二 我们要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将慰安妇之声 列入世界记忆彼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非常敞 一件事 啊 有些人 你以为 你的担心 感谢观看